欢迎收看制服经 在广东省中山市 有一个叫杨筑根的养鱼能手 普通的四大家鱼的鱼苗 一斤他的手不仅面目改变了 而且价格至少要翻倍 他曾经每一口八亩大小的鱼塘 25天净赚30多万 我们记得去采访的时候 正好赶上他今年第一次出鱼苗 很多客户都带着现金来抢购鱼苗 但即便是这样 也有很多的客户买不到杨筑根的鱼苗 没办法 他答应的给人家没办法了 应该早点订得好 头部没有喊得紧俏点 基本上其他厂门没有的 推了很多了 一天都推四五个客户 最小的 这个叫杨筑根的人 被许多同行称为根树 在当地提起根树和他的鱼苗 人们各个树打拇指 杨筑根繁殖的鱼苗更是大家争强的对象 养殖户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杨筑根究竟有多大本事 养他培育的鱼苗就一定能赚钱吗 杨筑根告诉记者 他的鱼苗可不一般 是一种怪鱼 采访时 杨筑根又带着记者去他的另一个鱼塘 在那里 他今天要谈笔大买卖 一到鱼塘 就看见工人们在撒网捕鱼 鱼塘边 早已有许多人站在那等着起网 大家等的 就是这种头大又驼背的怪鱼 这个正拿着相机拍照的人 就是专程从香港赶来 要和杨筑根谈笔大生意的客商 我们期望能将那个鱼苗 大到香港去养籍的 我们对这个产品非常的要信心的 不仅当地养之户争抢 就连香港客商也盯上了杨筑根的鱼苗 这些被大家争抢的怪鱼 究竟是什么鱼呢 杨筑根又是怎么靠这种鱼成功创业的呢 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临水而居 水产养殖已有多年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杨筑根在这里承包鱼塘 和那时所有普普通通的渔民一样 赚的钱仅够维持生计 可是就在2005年6月的一天 这个本分的渔民却一反常态 跟正在吃饭的妻子和女儿说 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 吃饭的时候我是很严肃 这样说我很快去赚几百万给你看看 妻子和女儿被杨筑跟着突如其来的话吓了一跳 就算杨筑根说自己很快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这句话的前一年 她刚刚因为养蝦失败 把家底都赔了个清光 本来就不太富裕的家庭 这一年更是过得十分辛苦 那时候就是买菜都没有买菜了 在这条河赶上那条鱼啊虾来吃咯 一个吃饭都得掰着手指头算钱花的人 转眼就说自己马上成为百万富翁 妻子和女儿都不敢相信 我和妈都不相信它 后来才发现这样子的 原来那条鱼很值钱 小小的只带鱼就卖了那么多钱 女儿口中值钱的鱼正是后来成全杨筑跟财富巨变的秘密 可记者采访中发现 这种鱼竟是养殖户人人嫌弃的怪鱼 特别这是妇女啊 看见这些鱼啊 啊这都是怪鱼来的 你们要处理它 我们就要拉这些鱼嘛 回来看见有这些鱼 一钓就就钓上岸被它了 一怕它养不大 第二怕它细强没人要 养四大家鱼的鱼塘里 经常会出现一两条怪鱼 养殖户们都不知道这种怪鱼是哪来的 不敢吃更不敢养 更别说用怪鱼来赚钱 杨筑跟也不例外 可是1996年4月的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不仅让杨筑跟改变了想法 还让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行为怪异 晚上我自己睡觉都不睡的 白天的灯 当晚上 晚上 当白天 他每天都很晚才睡的 每天基本上都是一点钟 就是最保守的 杨筑跟改变了三十多年来 早睡早起的习惯 也不再操心家里的事 做起了甩手掌柜 你帮帮忙啦 天天早就去 不管他啦 再怎样骂他事 1996年4月的这一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那天杨筑跟的鱼塘来了个人 进门就要收被大家丢弃的灌鱼鱼苗 还给出每条24元的高价 比普通鱼苗足足贵了24倍还多 当时我就心里就笑他了 人人不要他 他要了这个 那个人三番五次的来高价收盖鱼 杨筑跟开始觉得事有蹊跷 一次 那个人又来收盖鱼 杨筑跟决定弄个明白 你的鱼卖了没有啊 多大啊 卖了多少钱啊 如果你不收出来 如果你卖的时候不收出来的话 我有一种都不卖给你 他就是那个来收怪鱼的人 那天在杨筑跟的一再追问下 他说出了真相 收的怪鱼都卖给了一些饭店 其实这种怪鱼是四大家鱼中 庸鱼的一个突变种 俗称缩骨大头鱼 这个是真真真真 收骨大头鱼 这个是普通啊 这个是普通的 我这个就是真真的收骨大头鱼 哦天呐 普通本就飞出去了 为什么这样 它这个普通鱼这么 力气这么大呢 就是这里很大文章 鱼醒了以后 它第一个 它的生长有一点不同 活动缓慢一点 比如这个 纤维少来一点 蛋白质高来一点 脂肪低来一点 缩骨大头鱼 具有头大 身短 背高等特点 上世界90年代 一度卖到50元钱一斤的高价 而普通用鱼 一斤只卖4元钱左右 缩骨大头鱼 之所以能卖高价 不仅是因为它肉质鲜美 更是因为其自然突变率极低 不能轻易吃到 我这个糖呢 就放了 10万位多一点点 大概就是有 7万左右 原本一条南球的缩骨大头鱼鱼苗 现在杨柱根一个鱼塘里就有几万条 他也凭借这种鱼 一个月就兑现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承诺 这一切要感谢的竟然是一种鸟 杨柱根带着记者在鱼塘参观的时候 他突然停了下来 让记者往他指的地方看 记者找了半天才发现 是一种长有白色羽毛的水鸟 杨柱根告诉记者 就是这种水鸟 让他找到了给拥鱼缩骨的技术诀窍 1996年9月的一天 杨柱根又在自己的鱼塘里 发现了一条怪鱼鱼苗 杨柱根发现 这条鱼的背部从伤口处开始变形 才长成了缩骨大头鱼 受此启发 他开始研究人工养殖缩骨大头鱼的技术 此时是1996年 杨柱根也没有想到 他这一研究就是十年 差不多在这儿待过多少个晚上 嗯 数不清 有时候真的 睡了半夜也是想看看这种鱼 十年里 杨柱根几乎每隔一个月 都要拿一批鱼来做试验 时间到了2005年5月 杨柱根在试验中 发现了一个技术突破口 6月 他赶紧又拿了一万条 用鱼鱼鱼苗做试验 差不多十天后 很明显 这个鱼已经变形了 再过十天八天 更加明显 一个月后 杨柱根迫不及待地让工人 把这一万多条鱼苗 拉网捞上来 仔细数其中有多少条 成功变成缩骨大头鱼 当数到400多条的时候 杨柱根才敢确定 自己真的成功了 当时高线的不得了了 反正呢 好像 我成功了这样 第一批鱼 杨柱根以每条6元钱的价格 卖了出去 是普通鱼鸟的 十倍还多 在发现怪鱼的商机之后 杨柱根十年苦心钻研 研究出了这缩骨技术 靠着这个独特的技术 一个八亩左右的鱼塘 25天就能够净赚30多万 而我们的记者呢 在调查走访过程当中发现 因为一次鱼苗被盗 这赚钱的好事 没了 最佛报的时候 随随便便 后也做一百万 一个月 而赚钱的关键 就是杨柱根花费十年心血 研究出的缩骨技术 守得住技术 就守得住财富 杨柱根脑子里 时刻绷着这根弦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2009年5月的一天 杨柱根的财富 还是在一夜之间 迅速缩水60%还多 我当时已经依脸到出事了 真的 出大事了 我自己也不伤心 后来过来 看一看真的没有什么 究竟出了什么事 难道是缩骨技术泄露了 可记者发现 为了保护缩骨技术 杨柱根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最厉害最多的时候 12条 这个 这种狗 杨柱根研究缩骨大头鱼的小屋 从来不让第二个人接近 缩骨技术是没有泄露 问题却出在十几年来 唯一一次的疏忽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每到出鱼苗的时候 杨柱根的女婿 梁林生都会在鱼塘守夜 2009年5月的这天傍晚 杨柱跟赵丽让工人拉网 捞出来第二天要卖的 25万位鱼苗掉水 所谓掉水 就是把鱼苗用网拉上来后 像这样放在池塘的水面上 不给鱼苗喂食 在销售鱼苗的长途运输中 也就避免了鱼苗因为排泄物污染水质 导致缺氧死亡 恰巧这一天晚上 女婿外出喝喜酒 回来很晚 回来了之后 我说用不用 用不用过去看一下那个鱼苗 他说应该都没一系的 杨柱根看女婿疲惫 就让她回去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早上 女婿早早起来去鱼塘 可一到那儿就惊呆了 第二天早上就去将鱼锅去打包 准备卖鱼 一搞的那个鱼 就只剩下好像就是一万多一点鱼苗 以为那时鱼都放回去了 就只要有人刮了 刮了一头都没有 那时候一时到就被人偷了 25万位鱼苗 按当时六元钱以为的售价 价值上百万 家人和员工吵得要报警 杨柱根却没同意 我还有几千万在接你啊 我的技术还没有 还没人投我的技术啊 杨柱根自信 只要缩骨技术没有丢 单单这一批鱼苗被偷 不会有什么影响 可过了几天 他发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丢鱼后的第三天 杨柱根就接到很多老客户打来的电话 凭些买鱼苗 这些老朋友 你不要这样做人吗 你在顺多有人卖两块半 你为什么便宜 这么便宜给人家 我们批发给我们的六块 杨柱根的缩骨大头鱼鱼苗 都是卖六元钱一尾 两元五角一尾的价格 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利润 杨柱根一头雾水 打听后才发现 有人在佛山市顺德区 卖缩骨大头鱼鱼苗 两元五角一尾 而且卖鱼苗的那个人 竟然连养鱼糖都没有 这下杨柱根知道是谁偷了鱼苗 但他还是没有追究 可让杨柱根想不到的是 虽然自己对缩骨技术严加看管 但在缩骨大头鱼鱼苗高价的驱使下 又相继有人研究出不同的缩骨技术 大量的市场供给 让一旦跌价的缩骨大头鱼鱼苗 再也没有卖到六块钱一尾的高价 六块多钱一跌跌到三块多 跌到一半就要 一百万条苗 差距三块钱 我都差了三百万 第一年 跟两年三年 你中个计算 炸起来好几千万 杨柱根守住了培育缩骨鱼苗的技术 但还是没能抵挡得住 大量的市场供应所带来的价格下跌 一尾鱼苗从六块钱跌到了三块钱 杨柱根的利润可以说是急剧减少 但是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 杨柱根一点都不着急 还因为这次跌价 促使它找到了新的财富爆发点 近几年 虽然有不少人也培育出缩骨大头鱼鱼苗 但品性都不如杨柱根的稳定 因为品性稳定 杨柱根的鱼苗总是不愁卖 每年能多赚两百多万 可就是这么赚钱的买卖 杨柱根却根本不在乎这种鱼了 家里人每天在鱼塘忙得四脚朝天 而杨柱根却不理不问 一天到晚都不进他 好大的生意 甚至要有多的生意 有时候就不够收给人家 你以前你时间时间 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来搞他 为什么到赚钱的时候你就不在 他们有一点点误会我了 以为我 以为我傻瓜一样 记者采访时 正赶上杨柱根今年第一次出鱼苗 八九个工人一刻不停地捞鱼捡鱼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都供应不及 很多人来了只能空手而归 要想买到缩谷大头鱼鱼苗 必须提前预定 提前有三十来四十天左右 过年以后就打交付 没有提前打交付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么赚钱的买卖 杨柱根为什么不放在心上了呢 他还把一直守口如瓶的缩骨技术 交给了女婿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叫梁伟元的人 2013年初和他的一次聊天 让杨柱根开启了又一扇财富大门 所以我们本地水产就肯定震惊 比输国大头鱼还要震惊 这一天两人一起喝茶 梁伟元无意间说起自己去年养蝦 亏了二百多万的事 这个人在那亏本来这么厉害 还有这个行业 还要拼搏 好 这样我一样左右 这个人看起来这个身高 我就慢慢慢慢 同他 同他 说心里话了 这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 杨柱根还把自己一年来 不在乎缩骨大头鱼的真正原因 告诉了梁伟元 其实杨柱根在这段时间 琢磨出了让他财富再次爆发的杀手锏 这条鱼叫什么东西你知不知道 这不是鲤鱼吗 鲤鱼你看多几眼 看准一点 是不是鲤鱼啊 是鲤鱼吧 不是 这个 这个我的新发明 新品种 新品种 嗯 那它不是鲤鱼 草鱼来了 草鱼不可能 你不相信了 这个是不是草鱼 这个才是草鱼 这个是草鱼 这个也是草鱼 杨柱根把缩骨大头鱼的技术加以改良 应用在草鱼身上 改变草鱼原来体型细长的特点 变得身短肉厚 其实自从上次鱼苗跌价 杨柱根就已经意识到 他如果只依靠缩骨大头鱼鱼苗 自己最终要陷入危机 时间长了 产量多了 价格低了 你做这行了 又是又怎样赚钱呢 几天后 两位园领的几个陌生人 到了杨柱根的渔塘 这几个人一下车 就点名要看杨柱根最新的杀手锏 肯定这个 狼老板跟他们说 说过我的秘密了 开始的时候 杨柱根心里还有些埋怨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带来了 让他财富翻番的机遇 我肯定这个财富 肯定大 做这个钱肯定多 原来来的这些人 都是梁伟源 在香港和澳洲 从事水产生意的朋友 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和杨柱根合作 共同把这种改变了 底型的草鱼 推向香港市场 他这个销售能力 硬核人的骨就不到 特色的鱼 如果在香港 肯定要特色的发展 看似杨柱根是偶然间 见到了被水鸟给啄伤的鱼 从中发现了伤机 而又是凑巧 结识了有着广泛人脉的梁老板 才把他的这些鱼苗 销往更大的市场 但我们说 机会 其实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90秒的广告之后 咱们听听杨柱根 他是怎样说 把握机遇 占领先机 这些点子的 这商务时间一长 肯定有危机 速浪大 既然这个 这个价格的既然 就刚降下来了 这个危机 你一定要早一点 想好它 所以 你一定要长生 不要等到我的路 被堵死的时候 再搞出来 就太迟了 太晚了 一定要走前 不要走人在后面 杨柱根 现在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但是 更不能忽视 他在这风光的背后 所付出的辛苦的努力 还有成熟的压力 十年的时间 不知道要失败多少次 而重新振作的能力 还有坚持不懈的勇气 或许这才是杨柱根 成功创业的真正原因 您可以登陆 央视网的三龙台 来获得更多的农业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制服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他十五岁离家创业 二十年后 却心灰意冷地回了家 他在屋里 枯思灵想三个月 自认为找到了 以前失败的原因 要从头再来 可是他养的生蚝 长不大 种的枇杷 也枯死在了树上 看看人家在的 还可以 为什么在 浙江宁波宁海县的陈刚满 如何在逆境中改变自己 八年成为一百多户农户的带头人 年创造销售额超过两千万元